1943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 就连周边国家也同样遭到了血色的暴徒上 为了保护当地难民 一个善良的荷兰女人挺身而出 她将大批难民藏在家中避难 没想到这些难民却秒变白眼狼 不仅布置恩图报 反而直接将女人推向虎口 就这样她被日本军官一刀封喉 变成了怨气深重的无头利鬼 转眼时间到了1993年 女主小美是个拥有通灵能力的半盲女孩 由于父母双双离世 她便带着弟弟投奔远方亲戚 这是一座建于1970年的养老院 而我们的恐怖故事也从这里拉开序幕 为了欢迎两人的到来 亲戚一家准备了丰盛午餐 餐桌上众人谈笑风声 一片祥和 午后弟弟在屋外玩耍 不慎将飞盘扔进了废弃小屋 亚瑟热心地走过去帮忙 恰好倾盆大爷也在此刻驾到 小美出于担心 便拿着雨伞过去找人 没想到却无意掉进了隐秘地下室 好在小美只是皮外伤 就在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美恍惚看到一个人形白布 她急忙喊来两人 不怕死的亚瑟果断掀开白布 下面露出一具诡异的无头雕像 这时大姑走进来喊三人离开 谁知小美刚转身 身后的雕像就跟着站了下 小美察觉一样向后看去 没想到雕像却瞬间复尾 回到客厅后 亚瑟和笛卡好奇的研究 从地下室搬上来的老旧木箱 里面装着一张黑胶唱片 和一本泛黄的荷兰语日记 阿婆觉得这些东西不祥 可亚瑟却不以为然 还兴致勃勃地播放起来 众人被恐怖的荷兰曲 陶醉尽情舞蹈 可屋内却突然陷入黑暗 姐弟无奈只得回房休息 深夜小安看到黑暗中有亮光呼扇 便起床靠近墙边摸索 对讲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 突然一个人影从身后闪过 房间瞬间大亮 同时小安的视力也恢复正常 她看到一个金发女人扶着受伤的铜板 正焦急地向其他人寻求帮助 下一秒小安就被弟弟一把拉回了现实 两人回到房间继续睡觉 可客厅的唱片机却自动开启 古老的声音配上恶劣的天气 让整幢房子显得更加阴森恐怖 此刻大门也挨个打开 一直通向了阿婆的房间 老人被阴风吹起 起身准备关门 却从旁边的对讲机听到荷兰曲 他赶紧来到客厅关掉唱片 没想到刚转身离开 音乐声就再次响起 阿婆以为机器故障 索先盖上盖子 不料身后传来一阵响 他小心靠近查看 发现厨房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老人弯腰收拾餐车和餐盘 没想到一双乌黑小党却出现在眼前 阿婆慢慢抬头看去 顿时被吓得魂飞颇散 第二天地下室的雕像 稳坐在客厅中央 而阿婆也不知所踪 焦急的家人四处寻找 小安寻着血腥味来到浴室 恍惚间她看到阿婆靠在墙上 刚准备过去却突然摔倒在地 她摸索着过去想看清楚些 没想到却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 阿婆的头颅不意而非 只有无头身体靠在水池旁边歇息 小安吓得大声尖叫 假如闻声赶来查看 却被眼前的惊悚画面吓得目瞪口呆 小安惊魂未定地回到房间整理妆容 看到战战兢兢的弟弟 开始轻声安抚 不多时两人疲惫地相拥睡去 突然剧烈的摔门声将姐弟吵醒 原来大谷已经将命案报警 他试图锁住大门 等待警察例行调查 亚瑟烦躁地走到一边 无意间看到客厅的雕像消失不见 他结结巴巴地说出一团 几人赶紧过去查看 谁知雕像就静静地坐在原地 这一幕让亚瑟瞬间猛逼 无论怎么解释都没人相信 因为事实就摆在大家眼前 可小安却坚信对方没有撒谎 因为昨晚他也遇到了怪事 在对讲机里听到荷兰歌曲 还在厨房看到了金发女郎 小安坦白自己有一双阴阳眼 能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东西 此时警察胡子哥也终于赶到 一番简单了解后 便来到案发现场勘查 此时尸体已经腐烂发愁 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他立刻来到车内请求支援 可无论他怎么呼唤 对面都无人应答 胡子哥郁闷地拿起烟卷解压 却从后视镜中看到 无头尸体的头颅向他飘来 不知情的警察赶紧下车查看 可前方半个鬼影都没有 胡子哥无奈 只能回到养老院打电话 没想到依旧无法接通 此时的姐弟却惊恐地发现 屋里来了不速之客 尽管很模糊 但他能看到雕像是站着的 而客厅再次陷入黑暗 正义的胡子哥带着大姑出去检查电路 笛卡靠近雕像 发现他又恢复坐姿 与此同时旁边的唱片机再次响起 小安缓缓走上前 弯腰准备寻找关闭键 身后的电灯突然亮起 而画面也跟随着小安穿越到了1943年 当时鬼子侵占了这里 伊万娜作为养老院护士 为了保护当地村民被鬼子抓住 他将大批难民藏在家中避难 在最危险的时候 男友及时出手相救 并将他带回村庄 可是当他们躲到屋子里时 曾经搭救的难民正好破门而入 伊万娜苦苦向求 可这群忘恩负义之人 竟伸手将他打倒 现在日本人正在四处缉拿伊万娜 难民担心惹火烧身 就暗中举报给了日本兵 经过这群难民的一顿毒荡 然而已经遍体鳞伤 狼心狗肺的难民还想继续折 这时日军蜂拥而至 将这群耀武扬威的难民 吓得频频后退 男人被鬼子用枪抵住脑袋 丧尽天良的日本军官则开始了暴风 因为两人在逃跑中偷写了他的脑袋 他现在想要折磨伊万娜发泄心中愤怀 女人不屈不挠拼命反抗 却被鬼子一枪打倒在地 看着眼前这帮狼狈围歼劲的白眼狼 伊万娜发出罪恶夺的诅咒 而身后的军官也已经举起军刀 伊万娜毫不惧色 怒吼一声勇敢地扑上的杀牛肉 而他也倒在了鬼子锋利的屠刀下 可是他掉落的头颅 依然在怒视那群帮凶 而这些汉奸走狗就是阿婆一家 看到女友惨死长发男悲痛万分 他抱起伊万娜来到之前的地下室 拿出黑教唱片一边播放 一边用祖传的无数封存伊万娜灵魂 做完这一切 他操起棍棒就冲向了凶杀日兵 得知真相的众人惶恐不已 身后的椅子突然倒地 而伊万娜已经消失不见 警察举着手电筒走过去 却被无头女尸死死掐住脖壳 大狗拿起毒肝帮人 反被对方一把抓住 就这样善良的大狗被恶林带走 但伊万娜的复仇并没有结束 他又让那些助纣为虐的人付出惨重代价 众人爬出地下室 赶紧用柜子挡住出口 快速来到车里准备逃离这是非之地 没想到关键时刻却问题摆出 警车无法启动 就连广播里也传来伊万娜的诅咒之音 后座的亚瑟看到女士慢慢靠近 一眨眼又消失不见 就在大家摒弃凌身间 一只鞋手突然抬到窗边 抹出一串长长血迹 众人被这一幕吓破了胆 纷纷尖叫锁车门 可这个婆婆还是被拽着 吹香 他们在车内狼哭鬼逃 老人家在外面嗷嗷乱叫 亚瑟冲出去救人 发现奶奶早已人头落地 她举着罐子冲过去 这一幕却被对方按到地上不停摩擦 一声尖叫过后 伊万娜提着人头走到车窗边 随即向另一边走去 小安觉得逃避不是办法 唯有摧毁雕像 方可彻底消灭伊万娜冤魂 于是剩余人再次返回屋内 随着伊万娜早已回归原位待命 此时的小安突然想起 日本军官曾把伊万娜的头颅丢进后院古井 如果想要消灭这个恶灵 就必须进入井内 找到头颅用火一起烧毁 随后他们把雕像搬到外面 胡子哥拿起斧头 用力劈开外层一巴 又把汽油和白酒倒在残骸上 潇洒地丢入井中 就在众人以为大祸全胜时 没想到伊万娜及时杀了 还用两只小手掐住姐弟 丽娜健壮捡起斧子就劈了过去 结果两人一轨同时掉进水井 清醒后小安开始寻找地 无意中找到伊万娜的头颅 胡子哥迅速将火机丢入井内 让小安赶紧点燃恶灵残骸 没想到刚点燃打火机 就被伊万娜掐住脖子 他拼死抵抗 面部也严重扭曲变形 关键时刻弟弟接住打火机 直接扔在残骸上 伊万娜的身体开始抵抗 随着恶灵不担心 死死掐住小安的脖子 片刻后恶灵烟笑云散 姐弟俩也终于死里逃生 天亮后救援队赶到 将两人救出 而这里也将作为凶宅低价售卖 就在小安离开的时候 墙壁上的灯泡又开始不停闪烁 而无电的唱片机 也再次唱起了那首荷兰歌谣 我听着耳机转低的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